OK,大家好,我是Mr.Emmanso,今天會為大家講解HKDSE Practice Paper Mathematics Score Paper 2 Session B, Question 33 這份Paper可以在考評局以下這個網址找到 請留意畫面的訊息,如果你未將我做這輯影片的理念,又或者 未完全明白如何正確地使用此影片,請你Post了畫面,看了Message, otherwise you can go on 那麼我們一看,又下了Reference Page,今次就是想說一說有關於Coregulated Equation的routes 那麼到底為何會是alpha加beta等於這個-b over 2a的呢? OK,我現在都會解釋給大家聽 首先,你看到畫面上高,我就列了alpha和beta就是routes of Coregulated Equation Ax² plus bx plus c equals 0,這個我們叫做general form,一般式 OK,現在我們嘗試從routes去推翻原先那條 Equation 左右手減了alpha,左右手減了beta,第一、第二條式 OK,第一個pranomial等於0 or,第二個pranomial等於0,那兩者相成當然就會是0 OK,接著做一個expansion 然後呢,就做一個簡單的fetalization,我們就會寫出了x2 Term XTerm 以及這個constantTerm 那我拿回 原先那條的choregetic equation 我們本來想拍照一下 雙方的,那很可惜 兩個不能夠完全直接拍照,因為呢,第一個的equation 這一邊呢,就會是,那個coefficient of x2就是1來的,而這個coefficient of x2就是a來的,有什麼辦法呢,哦,左右手 除以a,那就搞定了 OK 接著呢,我們就corresponding XTerm Coefficient,就會展示了給大家看,就說,哦,原來呢 一邊呢就是負 alpha加beta,另一邊呢就是b over a 那當然啦,成了個符號就出現了 alpha加beta等於負b over a 那但是同學你要留意 這些alpha加beta,我們叫dummy variables 一些雅的銜數,雅變數 那 我們 不一定每每每每每都要用alpha加beta去做那個guided equation的route 你看到我們切它,這次是 OK,所以我們不要讓符號去 搞亂我們 如果真的要記的話呢,我就永遠這樣記,sum of roots,兩根和,就等於負b over a OK 至於這個 product of roots 那你就直接 對回那些corresponding constant term,就會alpha alpha beta等於b over, sorry,alpha beta等於s over a 那也都是啦,我不會記alpha beta等於s over a的,我會記 product of roots equals c over a 這樣會比較清晰一點 那這裡呢,我順手解釋了 就是為什麼那顆頂點h,就會等於負b over 2a呢 其實是這樣的 頂點呢 看回這個quadratic function 這個叫quadratic function,這個curve 那顆頂點就是 我們在說 x座標的,我們今次在說頂點的x座標,就是h OK 那 它一定是 在這個 x等於h,access of symmetry上高的 在對稱軸上高的 right OK 那它的x座標當然是h,那下來這一點仍然都是h 那我們就知道,哦,h就是alpha和beta的midpoint 行不行,就是兩根的midpoint OK 所以呢,h就等於二分一alpha加beta,就算回這個midpoint 那alpha加beta,我們可以換成負b over a,所以呢 最後啦 Vertex的x coordinate,就會是h等於負b over 2a OK 那應該我將這個 sum of roots 和product roots,都解得比較透徹的了,我們下去做數了 好了,一做 給了我們,也就是一個x2-kx加3等於0 然後變成alpha粒 plus這個beta粒 死�了 這是什麼 有沒有同學 有印象是什麼 沒有,か tests,我不懂 幸好ucha intelligence 哐呀 其實 我們正在講的是 identity 而且 而且在初中的課程,我們會把A-Clip加B-Clip成為 non-foundation或enrichment的材料 OK,色又好,不色又好,要麼就背了,如果不想死背,怎麼辦呢? 不想死背,你試試將A加B,跟A2-AB加B2次做一次剪開,一樣可以出回來 其實背又不太難背,你想想,其實跟A2加2-AB加B2次是很相若的 只不過呢,聽著嘍,只不過呢,沒有可能有A2,如果有A2的話,後面那一抽的Problema就可以做一次Fertilization 所以你抽了A2就可以了,那正負又怎樣記呢? 你一定要自己剪開一次,你才知道靠個符號,cancel掉某些Terms 不然就不會剩下Crypt term出來,OK? 那下面那裏是雙藥的,那你始終都要自己親手剪一次,你才會記得熟的 那我做了那麼多年,當然很熟 那我做了那麼多年,當然很熟 好,看完了,那我們現在就依賴了,一會兒我們會做一個Fertilization 我們會依賴一些Identities去做 那但是之前呢,正如畫面上展示了,我們要先計了原裝那條Equation的Sum of Roots和Product of Roots 那如果那個Calculation呢,不是叫Calculation,這些叫Computation 這些運算太簡易了,所以我就曬了在畫面就算了 好,那就下氣了,做一次Fertilization 然後呢,前面Alpha加Beta當然是用K處理,後面怎麼辦呢? 後面我們會用Competing Square Method 可以嗎? 即是說呢,我不管3,7,21 主要知道呢,一定要加個2AB的,即所謂的2AB 那我今次呢就是Alpha,AlphaBeta,所以就加個叫2AlphaBeta 那我加完之後就要連除加連除減的了 OK? 來個Perolimium的Value是沒有改變的 好,接下來呢,就排好整理 現在,二Polimium的1次3terms,我們可以組一個所謂的A加B2次 OK?後面當然就是欠2個AlphaBeta,然後欠2個AlphaBeta OK,那來到這個位置,怎樣做呢? 來這個代表 代表後就會出出最後的答案 OK 好,多謝大家的收聽 再見,有什麼問題?